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对网线进行PIN测试 PoE测试 以及创绕测试 可以加装TF储存卡 储存数据 并在电脑上导出 接收器具有照明灯 验钞 验电笔功能 主机和切收器均是3.7V泥电池供电 可重复充电 下面为大家介绍长度测试功能 我们以测试网线为例 长按开机键 我们选择长度测试 按确定键 选择网络线 我们将网线插在网线主接口 选择长度测试 按确定键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显示总长度为23.3米 我们8601这款测试仪 长度测量准确度高达99% 如果遇到测量误差偏大 可进行校准 再进行测量 下面为大家显示校准 我们按款回键 选择长度校准 此时 我们将长度调整为21米 按确定 将数据储存在校准1中 按反回键 选择仓数调出 选择校准1 按反回键 再进行测量 此时 我们可以看到 总长度显示为20.8米 接下来 为大家显示群线测试功能 我们以代载群电话线为大家显示 我们连上电话线 选择群线测试 开启接收器 选择群线 我们从这台电话交换机开始循现 这台电话交换机没有任何的循现的声音 我们移至下一台 这台电话交换机有明显的循现的声音 因为是代载群电话线 此时 我们将隐蔽度的开关 调至1到2点的位置 此时 我们逐根来循电话线 这个电话线有明显的循现的声音 而且只是在显示紫色 说明这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线 此时 我们可以听到 只有这根电话线 有明显的循现的声音 只是在显示紫色 说明这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线 此时 我们可以听到 只有这根电话线 有明显的循现的声音 只是在显示紫色 说明这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线 下面 为大家演示交换机 pin 测试功能 我们将网线的一端插在 pin 接口上 选择 pin 测试 在进行 pin 测试前 我们需要进行仓数配置 我们需要这道目标IP地址 也就是测试这根网线的交换机的IP地址 我们这台交换机的IP地址为 192.168.0.1 我们来进行设置 确定 本机IP地址 以及默认网关或路由的IP前三位 需要与目标IP地址相同 我们来进行设置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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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上远回 我们进行 pin 测试 我们将网线的一端接在PoE交换机上 一端接在PoE测试端口 选择PoE测试 开始测试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线的一星二星 显示电压为48.7V 升级后的8601循现粘米度达30粘米 可循墙壁内线的走势及断顶位置 下面我们以隔一道15粘米墙壁循电线电缆的走势 我们粘上鳄鱼甲 选择循现测试 开启接收器循现 我们沿着这个墙壁 循现 我们可以看到超过范围的话 就没有循现的声音了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新的走势 精明鼠NF-8601全功能线浪测试仪 就为大家介绍完毕 NF-8601系列共三个型号 分别是8601A 8601 以及8601W 8601A 没有循现功能 8601W比8601多了7个圆端 共8个圆端 以提高工作效率 NF-8601系列 就为大家介绍完毕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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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